大家要擔起更多一點的責任 因為現在就是全部都換年輕的這個世代 希望我們能夠透過更多一點的比賽吧 然後訓練 然後在一起的時候可以磨合得更好一點吧 因為接下來比賽有更多 因為今年算是第一年算正式換學吧 因為之前的學長可能都已經正式退下來了 所以我們要打造我們新一代的一個招牌 就是一樣我們要有自己的一個球風這樣 老實說不管到哪裡比賽 我們的身材都是有很大的一個劣勢 所以PAK教練告訴我們就是用平靜來彌補這一切這樣 當然在中華白就是中華二隊 當然就是上了球場是沒有分過這樣子 然後大家的目標 當然相信在二隊的目標 當然就是可以精神一隊嘛 可能對藍隊的時候是一個很好證明自己的機會這樣子 今年應該就是一樣就是跟學長嘛 藍隊然後還有日本 然後我們去年表現的沒有非常好 然後因為今年就是我們大家就是第二年 很多就是去年中華白入選的今年有再次入選 然後加上幾位就是SBO的新生代 然後我們很早就開始集訓了 我們之前也去二國制比過 然後我相信今年我們的準備會更加充足 然後希望可以返回一程這樣子 然後就是很開心參加這一次的球是美加 因為美加最盛大的一個籃球活動嘛 我希望接下來呢我們的集訓 大家能夠很努力然後去面對每一場比賽 應該是日本隊吧 因為我覺得它現在是全亞洲算是就是 就是最親自的國家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就這一次 然後向他們學習他們在場上所有的精神跟態度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就是更接近他們 或甚至打敗他們 因為淺姐都會用很激勵我們鼓勵的方式來就是帶領我們 然後有時候練球的時候淺姐都一直喊跑啊跑啊 然後這樣子都不跑都不行 所以當然就是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要就是盡全力表現來比賽前進 因為之後要出發去世大運 然後我們也會遇到各國不一樣的選手 然後可以希望藉由世大運的經驗 而且我也算白隊算大的學姐 然後希望可以帶學妹有更穩定的表現